我们可以看到本档消费率的股票 整个的走势从去年10月份一个比较非常高的一个位置 进行的一个下滑之后 进行的一波比较时间比较长的一个下降和调整的一个过程 那整体的股票现在的水平大约是在一个20倍以上的一个市盈率 而且做一个相提的上落整顾的一个格局 那我们可以看到对于现在的市盈率来说 它普遍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而且这些消费类股票虽然我们可以预设到 今年或者明天还会保持的比较强劲的双位数字的增长 但是整体的成本的开支 包括里面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租金的成本的上升 对这里股票来说它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那个现在有 因为投资者的整体的气氛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平淡的一个情况 除非新上市的一些股票 比如说像米兰站或者是PADA这些奢侈品的一个陆续来上市 股价有很好的表现的话 会再提振整个板块 感谢观看